大家好,我是天師,感謝你給影片進來 那這一次的主題呢 其實也不是主題啊 這是我一個曾經沒有拍過的內容 就是買體的部分 買體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目前是V14 V14在哪裡啊 14,然後 基本上最高好像是15 那 不想看說在14的話,他總會忍幣耗體 可以買15次體力,這種消耗人比是多少 那廢話就直接開始吧 那我們買第1次體的話是30 買第2次體的話是40 那一般來說呢,無課玩家都可以一天買最多兩次體 那都是推薦買滿的 因為等級是等於你的實力 那我這邊的話,讓我稍微一下體力再繼續做購買 我們已經買了兩次體了 好,我們就直接買滿好了 不管了 第3次是50 第4次是60 然後就會爆滿了 讓我刷一下 我到底是缺鈴鐺還是缺 缺那個啊 缺葫蘆 缺葫蘆,我們刷葫蘆好了 每次都要等,慢慢等著5秒 非常 優秀的設計 即使我們通常也沒有想要看說到底是刷到什麼東西 都是賭那個運氣啊 因為你想要的東西不一定會來啊 像是我要葫蘆,葫蘆就不來 葫蘆就是不來 看這個葫蘆可憐成這樣 剛到底幾次了 好啦,看影片啦 到時候重看一次再那個好了 缺 缺的時候就製作天的那個 葫蘆 對,缺葫蘆 刷葫蘆好了 有影片記錄下來的話我比較不會算錯 我到底是花多少體買這些東西之類的 不過因為這些把體力耗掉的過程 就有點拖台錢 有拖時間 所以就 陪我刷一下吧 不然我到時候可能會在影片下面 寫說 買體的基金幣 人幣需求 那你就可能不用聽我廢話了 好 那 刷完了沒啊 我拿到一顆巷石了 但是巷石過來巷石 為什麼這個沒有東西啊 你看我根本就不想知道我沒有東西好嗎 拜託 不要 拜託不要 不要讓我知道沒有東西好嗎 這難過 30 40 50 60 80 第八 第五次80 第六次100 第七次120 第八次140 好繼續刷 你看這個可能 買到140體你一個糊塗都沒有 可是我做過實驗了 我之前另外一隻賬號的時候每天就只能打1 集合神後偏之1 然後呢 我的那個 硬龍啊 就爆幹多 所以還是有差啊 還是有差啊 雖然說你看刷到可能幾百體都碰不到 我那時候就只能刷這一關卡 然後硬龍就爆多 所以還是有差啊 你就是去賭那個機率吧 不然這種一般的基礎素材你應該也不太會缺才對 反正就是刷 刷刷刷刷 然後你就會發現可能幾百體下來 那個 那種稀有 稀有裝備素材啊 真的出不了幾個 有了 有個寶箱還不錯 又空的 又空的 你有何居心啊 空的 真的是隨機掉落 沒有包底欸 沒有包底欸 就是 連一個屁都不給你 給你什麼經驗券 連 就是 piece of shit 我們到底買到第幾次啦 140 我只記得買到140啊 慘了 我是在旁邊記一個紀錄的比較好 好 好 那接下來 你看光這樣子燒體我就要花快 快3、4分鐘的時間 4分30秒是不是 160 180 200 220 這樣大概幾次了 12次吧 4、3、4、3、12 大概吧 重點是這個燒體太花石 喔刷到一個葫蘆啦 剛剛有個葫蘆有沒有 所以大概 五六百體一個葫蘆 可是當你就只能把耗體耗在那個關卡的時候呢 這個投資效率算是蠻OK的啦 畢竟你要基礎的那個裝備 基礎的那種 鬼粉塵啊木材啊金屬那一類的 為什麼都沒有一個統一的稱呼 好累啊 那個你必須要洗鍊裝備那還是有用啊 上面說我粉塵已經爆了999個 為什麼又是一排空的 我不想知道我有一排 我怎麼開加速 幹哀嚎耶 真的哀嚎 好啦我換一個東西洗啦 看我基礎材料缺哪一些 呃其實也不太缺啦 布料層層 燒布料嗎 布料的話硬龍又一堆啊 硬龍是蠻粗的那種耶 我覺得是 葫蘆 葫蘆 那獲取基礎素材很簡單的啦 你看這樣隨便刷就 2 4 5 你就可以一次洗鍊了 1 你看這樣子 3 4 4 喔喔喔喔喔喔 又一個了 5 你看還是有機會的嘛 你看你花個30題就有5個 所以這種基礎素材隨便刷隨便有啊 還是 就出的機率是很高的啊 我剛買到240嘛 240 240 260 280 280 最高買到280 300的話要買到要到V15 V15的話那個人幣量那個課金量實在高的嚇人 重點是我們這個遊戲有人課到V15啊 我怕 好啦應該這影片差不多了 這個燒個體力要燒個快7分鐘啊我的天 到底誰要看啊 誰要看那邊刷 刷 刷葫蘆的 莫名其妙 那等一下就可以來重新看過一次影片去記錄一下啦 大概在7分4分跟3分左右吧 1分1分左右 好我們V14可以買15次體力 那V15可以買16次吧我記得啦 好這次就是這一次 16次體力 然後好像就沒有再下去了 好 那這個就是 目前買人 買體力需要的人幣量 那這影片就先到這裡了 謝謝各位陪我刷葫蘆 葫蘆有夠難出產你知道嗎 又有葫蘆啊 感謝感謝感謝 感謝哈密瓜 沒有葫蘆可以做裝備啦 我還是不夠 還缺7個 好啦 我是天癡 這裡是天癡開閉啾 謝謝各位陪我刷葫蘆 掰掰 拜拜 拜拜